其实张萌在网上晒出一张近照 只见他身穿一身牛仔装 戴着余服帽 脚踩黄色帆布鞋 在室外和两只小狗狗一起玩耍 31岁的他看上去很是青春有活力 元气满满 然而十分凑巧的是 原至上离合成员 主持人小五金恩胜 隔天也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 疑似和张萌的情侣照 被怀疑两人恋情曝光 不过更大的瓜还在后头 据某网友表示 金恩胜在入伍之前 已经和他的女朋友领证结婚了 并且二人还在珠海买了房子 小五回韩国入伍期间 他老婆每个月都飞去韩国看他 网友质疑小五金恩胜婚内劈腿 而张萌就是那个 插足他朋友婚姻的第三者 张萌除了整容常被网友议论之外 他最大的黑历史 应该就是插足女星刘雨昕的婚姻 当年刘雨昕公开怒怼张萌 破坏他的婚姻导致他离婚 最后张萌发表长文 向刘雨昕道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